Restaurant Zen是我们这次新加坡吃惊中最期待的 也是最贵的餐厅 记得当天晚上下着暴雨 我和KY还刚在室外做了一次COVID test 领着雨非常狼狈地来到了餐厅 就如主厨所说 来到Zen就像去好朋友家吃饭一样 他们在这间独特的小洋房里的确做到了这点 轻松愉悦的音乐 温馨的部分 大量木材的运用 亲切友好的服务员 这种vibe和Norma还真有几分相似 Restaurant Zen作为瑞典的Frentison的姐妹餐厅 2018年年底在新加坡开业 地址选在了传奇餐厅Restaurant Andre原来的位置 开业等短三年就拿到了米其林三星的芙蓉 在这里想吐槽一句 Frentison实在是太难订了 能在新加坡吃上见真是非常的满足 我们先在一楼类似Lounge的Sitting里吃了所有的小食 大多数都是一口的 每一道味道都非常复杂而且十分平衡 不看菜单的情况下真的无法认出所有的食材 但就是觉得味道非常好吃 期间我们被带到厨房的一边 服务员给我们介绍了今天会吃到的所有食材 以及大概的处理方式 小食吃完我们被领上二楼的命单领容 昏暗的环境和蜡烛微弱的烛光 气氛真的超级浪漫 值得一提的是 所有的菜都会在桌边完成最后的点缀 厨师小哥哥们都特别友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上了三楼 享用甜品、水果和点心 真的非常敬佩这家餐厅 做的东西复杂度很高 很费时间和功夫 最终才能呈现给客人最好的体验